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呀 今天我们尽量好好地化一个雏田的妆 虽然今天的视频呢 它是一个美妆视频 但是我们看雏田 就是雏田它的妆呢 都基本上你看不出来嘛 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个妆容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白眼会非常明显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教各位小伙伴 如果低成本的拥有一双和雏田 非常相似的白眼 欣赏遮瑕 我最近比较喜欢这两款产品 白眼的内容呢 在1分40秒往后 美妆视频呢 我还得研究一下怎么样拍会好一点点 现在这款呢 是美宝莲的橡皮擦 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液体不用和我手指直接接触 另一个遮瑕霜呢 我会遮痘痘之类的东西 化妆坏到一半 发现眉毛忘记修了 下去把眉毛绣完之后呢 又把底妆补齐了 接下来我们要在定妆之前来贴双眼皮贴 双眼皮贴呢 我之后想打算做一期专门的视频 最近呢我在用这款大创的 你知道这张薄薄的纸 甚至有些店能卖到22块钱 而我收到了第一天 现在是第二天就只剩这么多 贴双眼皮贴呢 主要是想撑出这种欧式大双嘛 关于割双眼皮这件事情呢 我也很犹豫 就是我喜欢欧式大双 但是割完之后它又不可逆 所以最后也不一定 有可能有一天突然想不开就割了 好了我们先把眉毛描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要画眼影了 雏田的眼影真的没有什么好 好说的 因为实在太浅太淡了 虽然让你平常都自己自己日常妆的配色就好了 因为我双眼皮现在贴起来 它弧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用这种珠光色也不会显得肿眼袍 我的后眼皮实在太吃 就是那种粘贴的双眼皮了 真的吃不住 回头呢可能化完之后双眼皮这边还要修补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撞头戏了 白眼 首先呢你需要拥有一副这样白色的网纱隐形眼镜 扒开 塞进去 它是有两个特点的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它能微微地看出去外面一点点东西 真的只是一点点 因为它是一个网纱结构 你可以通过网纱去看有一层物 就像白内障一样 真白内障 然后第二点呢它是零度的 是没有近视度数的 那我们先把两个白色的镜片戴上再说 我仿佛能看到一些东西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另外一副眼镜 叫做月光唐纳兹 就类似的外面有全黑圈的 然后里面是粉色或者是紫色的一新眼镜 像这样子 反正我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我反而勉勉强强地能看到一些东西了 我的双眼皮贴紧掉了吧 等会还是用这种 这种就是又硬又厚 像打补丁的东西贴下来就好了 为了这个天杀的双眼皮 我真的是贴了两层大创 四十八块 四十 哎多少个我好像算他一张多少钱呀 好大是这样子 如果你经常戴一新眼镜 两层的镜片呢并不会让你很难受 但它的效果呢 要比纯的网纱白片 或者是那种五六十块钱一副的 纯白眼会好很多 因为初天呢里面没有什么花纹的 鞋头我把素材撸反了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把青筋画好了 我来跟你们说一下怎么画这个青筋吧 首先我得向各位小凡承认一下 我画青筋画的比较随意 你看像这种眉笔对不对 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勾 勾出来 然后分叉 其实你可以画得再精细一点 因为我这个是非常粗眼的画的 毕竟我有一只眼睛是真的是 真的是没什么软用 就让它不停地分叉分叉 青筋抱起 然后抱在你的脸上 然后再用就是 这是我买第三个这种类型的盘了 白色的这块 然后把它描到你的笔上 然后沿着青筋的内圈去勾一下 对这样就可以了 我知道我青筋 我这种青筋就属于就练功走火入魔 最后最后原地爆炸的那种 天哪 控制不住了我的白眼 我一直 我斗鸡眼斗鸡成功了吗 就是因为我隐形眼睛 它斗鸡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我也不知道 大家好 我是傻狗 很高兴认识你们 有一种啊哈的感觉 有一种啊哈 它是 它可能是 就是那种杂交出来的 这边呢 就是金王啊 或者中华田园犬的眼睛 然后这边呢 就是啊哈的眼睛 啊 气可笑 戴像这样子 我们理一理 就是我建议各位小伙伴在画这个妆 戴这个两层隐形眼睛的时候 一定要先 最好把两层隐形眼睛先叠在一起 然后一下子戴上去 不然你看我这画好的妆 它又有点糊妆的感觉了 学了这么多年人数 我只会千年上